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GFL Productions 今天這條影片要講講節目預告 它是星期日 星期日有Gundam UC的活動 某程度上是下半節 實際上是復合活動 就叫做就知章的繼承宿縣 有機會譯錯 重點不是這裡 重點是活動和之前沒有分別 沒什麼特別的 反而它打超Boss 就用這個80 沒什麼 沒什麼 我看錯了 這個活動 這次是防屬的 這部玫瑰佬 基本上它的技能是防屬機 我覺得是不錯的 首先要講一講 一技兩回合中 我軍加攻50% 然後敵單體極大傷害 然後我軍會回1500血 最後二技能是25%的SP 然後兩回合中 我軍的防禦力是30% 另外要講一講它的LS系統 是一個支援型A 為什麼要特別講它呢 這部機器我印象中是沒有倍傷 所以大家抽回來的時候 想入手的時候 想追這部機器的時候 就特別要注意 為什麼這樣講呢 沒有1.5倍傷的話 特別是你超改了之後 你是打少了一部分 沒有倍傷底下 是打少了一些東西 傷害不夠量力和誇張 特別是你支援機 雖然你應該都會說 一部支援機做SP 你小鬼要賠傷嗎 但是我覺得 真的好過沒有 有賠傷過沒有賠傷的 還有要講回 超改了之後 的確是OK的 我覺得 因為你一回合中 可以用兩個技 但是就要看一看 雖然我軍加攻50% 好像挺吸引 但是它另一個重點 在於它回血的位置 真的有點少 所以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失色的位置 對 賠千五血是零零射射的失色 雖然 加防是OK的 特別是攻防屬這些東西 加防是一個 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是 我都跟大家說 真的 不要抽了 這個詞 稍後說 為什麼不要抽 總之 這部機 不是必定要追到入手為止 才是罷休的一部機 那有什麼機 是值得追到入手呢 我覺得 大磁的機 基本上哪一部 可以說 值得追到入手呢 除非是 回SP 加攻 回血 但是 某些機 又不算是大磁機 所以 我也不想一概括而論 但是 最主要 都要說回 就是 這部機 我評價都高的 你問我 因為它 做到加攻 做到 少量的回血 做到 回SP 加防 這些東西 老實說 真的 都比較少見 如果有 有另外一些機 可以做到 兩個技加起來 可以做到 有 全軍 有四個功能 我覺得那部機 都可以的 前後沒有什麼印象 另外 異技 雖然不是異技 第二部機 是 薩蒂莉 功術的薩蒂莉 有連攜攻擊 但是這部連攜攻擊的薩蒂莉 就 單體 好像是 單體 特大 好像是 所以 我都不 就算是特大或超特大 我都覺得是一般 對 最主要本身 薩蒂莉 是打全體 對 還有我印象中 薩蒂莉 是差一點點的 所以就真的 不值得抽 即是不值得入手 第三部 新安州 更加不用說了 嘩 幾年前 兩年前應該都有 這部機 真是瘋 這部機 新安州 看完之後 好像很厲害 又做到很多支援性的東西 但是 它是一個 支援型 Ls 都是支援型A的 Ls 都是無配箱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想 那 好像這部機 叫安祖 阿奴 不記得了 那這部機 這個機佬 先想想 他 他 不說了 人物的東西 真的很難去評價 那 那就 反而 玫瑰佬這部機 這次 真是 出的都OK 我想說 因為 過去這麼多部 這傢伙 開的機 就不是很多部可以 就想說這部是可以的 所以 就真的 人物詞 你問我 要不要抽 不建議抽 真的不建議抽 最主要是 原因 很簡單 那些人都比較舊 包括佛朗哥 包括 瑪麗坦 好像是最新的 好像 你不要跟我說 活動那隻 活動那隻我不當計 因為活動那隻 純粹是給新手 佛心新手 如果老手一定不會稀罕 瑪麗坦 十二枚 大致是這樣 所以呢 到最後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最主要 4.5周年 那些 什麼差都還沒有說 那就不理會他 最主要 要告訴大家 整個 池 都是 不抵抽 大家繼續 草石 不要讓他的鏡花水穴 騙到你 這些就是 騙徒的 手法層出不窮 所以 各位 懂路吧 那 今次的影片到這裏 沒什麼抽 我也想抽一下 給大家看 但真的不想抽 好 就這樣 下條影片見 記得訂閱 按讚 最好 叫朋友一起玩 看不看 這回事 最重要叫朋友一起玩 就是這樣 好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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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